第三百二十五集 佛子冲林妃 弯唇一笑 双手合十 念叨 阿弥陀佛 行了 我问你 你怎么在这 别想糊弄过去啊 那天 在佛国古城 明明亲眼看着这些佛子佛民们 被红莲净火燃尽升空的呀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林妃想不明白 贫僧也不清楚 当时以净火焚烧恶念与自身 本是要随风而散的 不知为何 下一瞬便来到了这方 小世界之内 佛子声音轻润动听 一字一句 不急不缓 带着佛家韵吕 他沉吟了一下 又说 日后怕是要叨扰林施主了 之前怎么没发现 这佛子还会耍赖呢 叨扰什么 进来前你问过我 这个明土主人吗 林妃打量了佛子一眼 又打量了一下 佛塔下的一众佛民 头疼的想 不是吧 难道要在明土中 弄一堆和尚天天念经吗 这方明土之内空间广大 我等佛民只需一块净土便可容身 平僧见西方这块平原就好 届时平僧会敌境阴气污秽 开辟一方佛土 不会过多打扰 不是 我这个明土日后是有大用处的 被你化作净土了 那还怎么用啊 地分南北 市分阴阳 阴阳并生 方可长久 贫僧在这片大阴之地 开辟佛土 乃为林施主 锦上添花 一处多多 相信林施主 能明白这个道理 林妃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 没想到这个佛子 不仅仅会耍赖 嘴皮子还这么利索 不过说起来 在明土中养一方和尚 倒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他有点不舒服 就这么被这群家伙 登堂入室 摇了摇头 林妃心中轻叹一声 虽然这群佛子佛民 不是他请来的 但是 他们当初也是有 焚烧自己 净火恶鬼的大功德 总不能真把他们 给赶出去吧 太乙渐气激荡而出 化作西方百里明土 作为佛子佛民安身之地 佛子双手合十 对林妃道谢 明土 乃大阴之地 这里遍地阴气鬼物 时马化作山巒 鬼明化作阴河 便是天上 也只有一轮 阴气森森的明月 整体色调灰暗 寸草不生 西方明土 山环和绕 阴气极盛 佛子却没有半分异议 他一步迈出 佛塔随之落下 万丈光芒刹那而现 千丈之高的佛塔内 宋经声缭绕不绝 声音越来越大 如惊雷阵阵 似要击破仓穷 无穷伟力 从道道佛音中 急射而出 将笼罩西方明土的阴气 尽数击散 下一瞬间 千百座师佛 奇迹睁眼 金色佛光垂落 恍若天河道观 冲刷着一切 灵妃望着西方明土中 佛光道道 似长河般抵挡阴气 汹涌的力量 倾泻至八方 卷动一切 至纯至圣的力量 激荡不绝 暗沉阴森的气息 刹那消失 而后 无数金莲 从地面涌起 一朵 两朵 朵朵金莲绽开 声声佛音渺渺 道道金光射出 刹那之间 眼前的一切 耳中的一切 会笼成一道 极其明亮的光芒 没入林飞的眉心 千万道剑光 从林飞脚下 扑身而出 锋锐的剑芒 冲天而上 锐利惊人 威势无比 整片名土 都被这雄魂剑影包裹 剑光光嗡名之声 与不远处 道道佛音相合 彼此交织碰撞 不断纵横 天地震产 异想频出 林飞能够感觉到 汹涌的剑椅 充斥在自己身体的 每一寸 脖子周身 金色莲花如潮涌 瞬间 将整片名土 化作金莲 而后 无穷见光 从金莲中射出 划破虚空 搅动名土 太乙剑气 如神龙般 昂首长笑 遍体金光灿彩 神圣无比 昔日剑气 化作一轮大日 烈火滔滔 三足金乌 从火海中跃出 似有分天 主海之势 云文化冰寒 通幽分阴阳 雷玉引雷霆 五道剑气 冲天而起 声震还宇 佛音声音越大 剑气光芒欲胜 两股力量 在不断交织中 汇聚成一道 无比刺目的华光 如海啸般 翻起滔天巨浪 明土震产 狂风碎裂 灵飞与佛子周身 道道巨风袭来 却被无穷见义 与佛音击碎 时间一点点过去 生死剑狱 在与佛音金莲 一次次交汇碰撞中 欲发灵力 万千剑光 如被烈火灼烧考验 锋芒惊人 道道佛音 似海潮般涌动 灵飞驾驭生死剑狱 在狂风暴浪中前行 眼前浪潮 时而狂怒 时而平和 他的目光 直视前方 无可阻挡 当万千道佛音 渐渐消弥 千丈佛塔之上的师佛 低眉垂眸 灵飞终于从无边震撼中 回过神 在他身边 生死剑狱 与命魂 进一步融合 风水的光芒 直指苍穹 遍布明土的金莲 收拢至西方 而后渐渐消失 没入明土之内 佛子手持佛珠 一声一声送念经文 随着他每一个字落下 脚下明土 便变化一分 绿草发芽 花朵绽放 一棵棵大树 拔地而起 一座座房屋 凭空而现 在佛塔周围 一个古城 渐渐成形 林飞睁开眼睛的时候 便看到了眼前这座 佛国古城 与那口喷涌不绝的泉水 佛子立在佛塔之前 冲他一笑 刚刚一场造化 便算是林施主 借着方寸之地 与我万千佛民 祈身的感谢吧 林飞生死剑狱 演化得更加完整 她收敛满身锋芒 双眸中剑已激荡 而后也渐渐隐去 周身气息越发深沉 如高山大跃般 令人心生敬畏 事到如今 林飞也知道 自己得了大好处 但她想了想说 感谢啊 那不如 你再告诉我 太阴族人的圣石去了哪里 面对林飞期待的目光 佛子淡笑不语 林飞皱了皱眉 这么小气 透露一下都不行 昊月神帖 关系着林飞成道的关键 也是她目前得知信息 最多的一块先天神帖 如果能够寻到 那是最好的 佛子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 目光却落在了远处的 官尊之上 林飞随之看去 官尊遍体有黑 此刻虽然如死物般 立在原地 不动如山 但周身气息 阴沉害人 久久不散 这座官尊 来历惊人 内部更韵大神通 想来林施主 如今想要压制他 也需大号心神 佛子说着 只见一朵莲花现出 金光灿灿 佛意盎然 刹那落到了 官尊之上 金色莲花落下的瞬间 许久不动的官尊 仿佛感受到了 莫大危机 骤然晃动 汹涌的阴气 滚滚而来 生生凄烈的嘶吼声 从中弥漫而出 如同一头凶悍至极的猛兽 要冲杀出来 金色莲花迎风长大 唯美而飘渺 丝丝缕缕的金色光滑 如薄雾般 洒落在官尊之上 明明看起来 一阵风便能将其吹散 可光滑洒落官尊的刹那 风停浪消 凶利之气 消弥无踪 整座官尊被金光笼罩 道道扶转流转 看起来无比安宁 这官尊 我替你镇压十年 能否抵得了 我等的房租呢 临妃看看 被金色莲花镇压的官尊 又看了看 已经落土建成 人来人往的佛国古城 无奈地点了点头 佛子淡淡一笑 飞身直入佛塔之上 盘膝而坐 对众生送念佛经 石芒鬼明 坐在山川河流之上 淡金色的佛光 将他们笼罩 缓缓没入二者体内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写道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